大家好,这是安迪的美股大鲨鱼的节目,今天周五 Friday下午美西的四点四点半啊,安迪上来做一个这个video啊 这个video呢,主要想讲一下这个美股最近的这个多头狂欢啊,何时值啊 多头这是瞩目了啊,怎么那么横强横强的走势啊 是什么推动了他们啊,包括下周呢,应该还有比较这个敏感的话题 包括美联储,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科技Apple的一些这个报告啊,报表 嗯,是不是啊,都是很值得人期待的呢啊 嗯,好像从现在的旁边啊,和这个事态的发展来看啊 多头没有一丝的这种这个力量的衰衰退啊 并且啊,就是有望啊,继续望上啊,井喷时的发展啊 这就是,嗯,套用的是这个主流啊,媒体或者是所谓这些多头啊 嗯,基本他们的思路呢就是这样啊,今天咱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今天也是科技领涨啊,科技涨的真不错啊 昨天我说过英特尔今天啊,没有想到这英特尔真是的,哎呦 真牛啊,我说它涨啊,它没有想到它涨的那么厉害啊 嗯,而且呢,今天尾盘呢,大家看一下,如果要是看五分钟的话 今天尾盘呢,无疑啊,又是再次放量望上冲啊 SMP啊,SMP没起来啊,遗憾了 刀绣了,刀绣斯也没起来,失望了 嗯,看NASDA,啊,看NASDA,牛啊,这个,是吧 啊,给我一种感觉啊,就说是,这,这,马上就这多头的这个,这个,那叫什么梦啊 青春梦一岁啊,安地呢,下周呢,会阻击他们啊 先简单的说说大的环境,然后慢慢带出我的观点 今天啊,这个市场上还有一个消息啊 这个就说是,除了这个下周的一些所谓的利好啊 包括Tradio啊,所谓的川普就开始啊 啊,跟这个,我们已经跟多头啊 走到今天啊,安地正式宣布啊,结下死仇啊 生生世世的啊,血海深仇啊 此仇不报啊,不为人矣啊 必须得报这仇啊 一箭啊,就一拳给他们打到解放前啊 解放前是多少,最少得给他打到两万四啊 我就说,就拿这个啊,我这一下打到两万四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应该是从下周开始 嗯,说说了就跑题了啊,跑题了说一下啊 其实今天呢,有一个这个,上个video啊,我做了一个小随性的随想啊 就说如果这个盘面在这啊 都如了溥爷的意了啊 这再往上涨,涨多少呢?再涨一万点 为什么呢?因为17年到18年的时候 我再画三个,17年到18年的时候 大家看啊,走了个一万点,万来点啊 川普不吹了吗?他还能走一万点 那一万点呢,咱就从2600涨到3500 啊,三万五啊,反正我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previous的video啊,就是那么简单 今天呢,无独有偶啊,有个那个吹炮的在美国啊 是个billionaire啊,他就是,这人比较有名啊 用中国话说呢,是个大散户啊,不属于什么机构啊,什么的啊 他始终呢,其实这个人呢,始终呢,他是 是个大爷啊,他始终在买这个美国的股票啊 他在过去的50年啊,好像是连续的买啊 涨了25倍啊,之后呢 他说,美国呢,之后还会涨25倍 从现在啊,大家听好了啊 从现在开始买入啊,他还会涨25倍 嗯,不管是资金啊,还是价格 他认为啊,就是这样 所以这无非呢,我认为这也就是多头到头了吧 嗯,到头了的这个,这脑袋烧到头了 看25倍,从现在啊 25倍,这个道雄斯是60多万点,好像是啊 但是人家是大咖,对吧 人家有钱啊 嗯,电视台采访啊,人家上报也得瑟了啊 有人的观点啊,言论自由,OK 这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现在多头的亢奋啊 不是说是,嗯,亢奋一点两点的事了 那都25倍了啊 而且,他的观念是什么呢 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的观念以后,促使这个涨 就是经济的快速的高速的发展啊 经济的高速的发展 这读高速呢 他没说 我说是不是就是把外星人都当韭菜哥的那速度发展 火星人也草你纳斯达克来了 是吧 高速发展啊 然后呢 他在这里还说了一点啊 我觉得他这一点说的非常好 他说是Fierce Evidence 就是恐惧就是证明啊 他这个句话其实他没怎么解释啊 我简单的我用我的意思解释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其实大家对这个global的这个economy 有一种concern about 就是说有一种担心或者是worry 或者是一种fear啊 就是恐惧啊 只要你有这种恐惧啊 这股市就会一直往上涨啊 多头就会吹着这炮啊 直到大家没有人恐惧了啊 多头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的恐惧都是多余的啊 你们恐惧我就贪婪了啊 这个巴菲特的话好像在这也能用啊 大家恐惧我贪婪啊 现在谁恐惧呢 谁傻啊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我很贪婪啊 那就看看你们家那个保险柜 是不是跟那个美联储啊 或者印钞机挂的勾呢 是吧 我看那大爷 有有多少退休金 我也不知道啊 你还能买个 别说五十年了 买个三年五年的 你拿什么买呀 我也不知道 说半天挺热闹的 所以安丽呢 就是说啊 恐惧这件事 我认为是一个点啊 恐惧啊 现在很多人呢 都认为 你看有空头 像安丽这种啊 市场呢 多头就不会停止啊 其实这句话呢 并不能那么理解 我认为啊 因为呢 这个还是一切呢 归事实啊 事实是什么 安丽之前的video 说过很多次了啊 所以今天就不再阐述了 题外话 说了这么一个放卫星的 25倍 大家记好了啊 在十月底的时候啊 吹牛了 这多头啊 过来 然后我说一下之后 我的观点和我的这个看法 就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啊 安丽始终空啊 这一点没有变化啊 即便知道 他再往上走一万点啊 那是安丽脑袋都热了 说个股能涨40%啊 40% 我都跟他对冲啊 结了这个血海深头了啊 为首的是跟这个现任啊 谱爷啊 谱爷得一个劲儿的 给美国唱高调啊 这个那个的 我其实真没看出来 我身边的朋友怎么富了啊 真的啊 我没看出来大家怎么快乐啊 怎么富裕了 在2020呢 我就说他很悬啊 他很悬 这是我的观点 虽然有些人跟我不一样的 但是 我想跟大家说 他这个悬道的当不上 不是什么黑天鹅啊 因为这人说话的确不太靠谱 有点脱开基本面 其实他这个 要深说 其实奥巴马那时候重返亚洲的战略啊 比他这吹沃 其实这战略要大很多 你知道 他这个 他打了半天不就卖点豆子吗 说白了 他有什么 卖点豆子给农民 那能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 税改什么的 今天可能大家也看了 2019年的 budget 啊 conflict 就是赤字啊 啊 赤字这不又创新高了吗 马上就奔着这个 1.5去了 现在是900多 是吧 历史最高可能就1.5 所以这很多东西 有些多头 现在一想 没有天花板了 啊 没有天花板了 可能就得挨雷击啊 就说这 你看这有一句话 什么树啊 只能长到树 它长不到天上去 啊 为什么就告诉你啊 这资源是有限的啊 我就说那大爷啊 和好多多头 是 你们家连着那个印钞机 天天往这里打钱行了啊 你就天天往这里打 注水 就往这池子里注 那肯 肯定这都能涨 但是呢 你哪来的那资源 不一样 其实现在这个吹沃 已经变了 咱们这个大国的经济啊 其实现在就走了 不再来了啊 就是这样 还跟刚开始的 那个七个月之前 半年之前 我的那个分析的 那个点是一样的 一旦发生变化 在市场是滞后的 因为美国投资者 他比较 他比较好控制啊 现在Wall Street 他这个控制的比较好啊 所以我就简单又说了说啊 下周开始 你就看Douglas啊 我看Douglas的越K线啊 越K线没准啊 还真能收个羊啊 我就说 你收个羊呢 你无非呢 也就是在顶部20年的头 这杠手杠手 你还能干什么呀 我始终不认为 我始终不认为Douglas啊 他能怎么回事啊 你包括现在NASDA啊 有好多股票啊 挺好 其实Andy呢 想暴露一只自己做空的重仓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听 或者是我在想这件事啊 如果有人想 想知道啊 也可以 有人想知道 我还没想怎么曝光这件事啊 可能从下周的哪个video 找一个契机啊 跟大家说说 看看咱这个 现在是不是空头可以 就是随便捡点钱的时候啊 Andy始终认为是这样啊 NASDA啊 我现在看啊 月K线 嘿 漂亮啊 给人感觉很漂亮 但是如果 你要是细看呢 这劲儿少点 你要那么登上去 咱说不好听的 下月你就跳空高开 直接得多大 那根 那根阳线 咱们也得跟这根一样 是吧 谁 谁在这买呀 有人说 可能Andy不买 有人大资金啊 或者是美联储一降息了啊 是啊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啊 很多东西啊 跟这个前半年 跟那个溥爷那时候 17年和18年那时候 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很多的这个 就业率也好 这些东西我还没有讲 我慢慢会讲啊 这个数据其实一点不重要 毛利率现在大家都在搜 你像Amazon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是这个 没有办法 现在你像Facebook 这一周了 都在那个 做听证会啊 很多东西对这个高科技啊 就很质疑啊 所以就说是现在呢 这个高科技呢 Andy果断认定了 就是一波送钱行情啊 从下周呢 Andy可能天天都会加仓啊 好 最后要结了啊 结了Andy说自己 Andy下周呢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天天加仓啊 加的是等量的仓 到礼拜五呢 Andy想看看啊 我就做这一周啊 加仓是加空单啊 等量你比如说我一天买一块钱的啊 我明天买一块三天 三天买三块 四天五天买五块 到最后我看我能赚多少钱啊 所以下周的这个周五总结呢 就有意思了啊 有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Andy会把自己的这个石盘的操作呢 在特殊的期间 就是啊 跟大家share一下 为什么 就是给大家放松放松 玩玩啊 别别那么紧张 咱虽然口头上说 跟多头接下血海深仇了啊 非他不死啊 反正不是他死 就是他亡啊 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咱从实际操盘计划上呢 也希望呢 能简单的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喜悦啊 或者是信念啊 对于这个经济衰退的一种确定性 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确定的啊 公司的这个运营啊 利润表包括货币政策 这些东西很确定 他不是说想象的没有天花板啊 你就那点 你就那点能量 你现在你还能像还能干什么啊 很多东西现在是过度解读啊 所以就是多头狂欢盛宴了 从下走啊 让他停 好